有人说过年吃带鱼 炸着金黄酥脆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真好吃 过年一定要做起饭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这道点 加适量清水 调成老蒜饼的稠度 再加一勺食用油 这个面糊 炸茄盒 炸酥肉 炸鸡米花 都非常酥脆 远跑蘸上面糊 五成有温下锅 开蒸火炸着金黄酥脆 外酥里嫩 简直太饭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这道点 加适量清水 调成老蒜饼的稠度 再加一勺食用油 这个面糊 炸茄盒 炸酥肉 炸鸡米花 都非常酥脆 远跑蘸上面糊 五成有温下锅 开蒸火炸着金黄酥脆 外酥里嫩 简直太 这是我家一周吃八次的素菜 鲜美好吃又盈意 是不是很简单呀 赶紧制作起来吧 加盐 白醋 浸泡五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洋葱的辛辣味 控干水分后 加盐 白醋 浸泡五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洋葱的辛辣味 里面的蛋黄粉粉诺诺的 而且各位叔叔 敲敲给保鲜膜扎个口 蒸